哈嘍大家好,讓我們一起來欣賞2021年環西班牙的精彩片段 DD戰是7.1公里的個人計時賽 英力士車隊Ademiez的成績8分52秒 比Astana車隊的Pryor快了3秒 成為目前成績最佳選手 來看80勝利車隊的Miko Landa 他的成績是9分11秒 最終在184位選手的排名是第88名 接著是Astana車隊的Alain Blue 他的成績8分38秒,成為目前的第一名 再來看到奧運公路賽金牌選手Richard Kanapaz 成績也是在9分內的8分57秒 最終排名第35 來看今年環翼冠軍選手Egan Bernal的表現 通過終點的成績8分59秒 最終排名第46 最後來看呼聲最高 Yumbo車隊的Rocklic 他是前兩屆環西賽的冠軍得主 今年來尋求衛冕三連勝 而且他才剛從奧運會上拿下個人計時賽金牌 最後果然不不眾望奪得單戰冠軍 以6秒之他將熱桌上的Alain Blue擠了下來 被奪走單戰冠軍的Alain Blue露出了尷尬又不示禮的微笑 Rocklic 延續了奧運個人計時賽金牌的氣勢 拿下環西首戰的單戰冠軍 也穿上了代表截至目前曾經最佳的GC1紅衫 第二站有166.7公里 終點前61.9公里 紅衫Rocklic在內的主集團落後領先集團27秒 領先三人小組逐漸將與主集團的差距拉大超過了一分鐘 距離終點31.6公里 領先小組中的Ascarron逐漸掉隊 並且在終點前30公里左右被主集團抓到 距離終點20.6公里 主集團正式將領先集團併吞 終點前1.4公里 快步車隊和Alpincy Phoenix車隊在最前端 這150米UAE的最後一名副將行火後 Molano衝到了最前面 Alpincy Phoenix Jasper Philipson 最後成功從左側超車率先壓線 今年環發賽好幾次差點拿單戰冠軍去失敗了他 終於在這次環西拿下了第二戰的單戰冠軍 第二戰結束GC1紅衫還是在Rockley局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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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選手領先主集團有7分鐘以上 紅衫Rockley局在主集團中 來看領先集團選手們來搶這個登山點 最先到達的是Alpincy Phoenix的Tobias Fire 他拿到了3分的登山點積分 以及3秒的減秒獎勵 終點前16.2公里 主集團將差距縮小到了4分半內 距離終點4.1公里 領先集團剩3位選手 終點前2.8公里 領先集團中Inter Marche 車隊的Tournament 發動攻擊 逐漸甩開另外2名選手 在主集團中 Tarapaz特別款的Dogma金色配色 代表的是他在剛結束的奧運會上拿下金牌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上方的連結 Hurlmay持續在領先位置 Tarame率先抵達終點 拿下第三戰的單戰冠軍 睽違十年34歲的愛沙尼亞好手Tarame 再次拿下環西賽的單戰冠軍 Rockridge第七名到達 Egan Burnout排名第11 Hurlmay不僅拿下了單戰冠軍 也將Rockridge的GC1紅獎搶到手 Hurlmay14年的職業山崖中 第一次穿上三大賽GC1冠軍山 原先紅三Rockridge總排名調到第三位 與Tarame相差30秒 第四戰有163.9公里 距離終點115.6公里 領先集團有3人 剛好都是西班牙籍的選手 紅三Tarame在主擊團中 來看101公里處這個衝刺點的爭奪戰 最後是由Joanne寶率先抵達 拿下最高的20分衝刺積分 與3秒的減秒獎勵 綠山Jazper Phillipson 第五名到達只衝刺點 也賺盡了10分的衝刺積分 他目前的總衝刺積分60分排名第一 終點前13.8公里 領先三人小組被主擊團抓到了 雖然沒有逃脫成功 他們還是感謝彼此的協助 現前2公里 紅三Tarame意外塞特倒地 去年環波籃賽嚴重受傷 快步車子的Fabio Jackson 最後階段成功超越Groopama的Demar 帥先壓線拿下第四章的單戰冠軍 拿下此單戰冠軍的同時 也奪得了衝刺王綠山 這是他生涯第三個環系單戰冠軍 Romei雖然在終點前2公里意外摔車 不過GC1紅三依然在他身上 第五戰有184.4公里 距離終點77.4公里 領先三人小組超前主擊團 將近有2分半鐘 看131.5公里處途中衝刺點的爭奪 現壓線的自打Cano 拿到了最高的20分衝刺積分 與3秒的減秒獎勵 主擊團中的Jasper Phillipson 第四名到達此衝刺點 也有13分的衝刺低分進帳 終點前34.3公里 領先小組中 富爾哥是車隊的Sanchez 不見跟不上前面兩位選手 主擊團中 英力士車隊的Bernard 目前穿的是25歲以下最佳車手的白衫 而奧運金牌Canovas的金色帽子 金色眼鏡 金色狗媽真的是相當亮眼 主擊團在終點前15.7公里 已經讓逃脫的兔子們通通抓了回來 距離終點11.7公里處 發生一波摔車意外 昨天才在終點前2公里處 摔車的紅山Taname 這次也捲入其中 終點前2.2公里 洗髮精車隊多位選手領騎在前端 看起來相當有希望 最後名副將洗火後 主將Philipson火力全開 最終Philipson率先抵達終點 拿下本屆環西的第二勝 也將上一場被Jackson搶走的綠三 以1分之他搶了回來 黑客車隊的Kenny Edison 這次戰將身上的根山王元點山 升級成GC1紅山 最終第二勝 全新競尾 最終於第一勝 最終端是 全新競尾 造成GC1 最終端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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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小小小小小的 最終端尾 最終端尾